那因为呢 我再说一次 我只能把一些基础跟大家讲 但是有的人如果不懂这四组的差异呢 你对十六型就会一知半解 好 我们说十六型呢 它用四个相度来剖析你这个人 然后显示出你跟别人的不同 那我们已经讲了 要再复习一下 就是内向跟外向 它在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根源跟目标 就是你怎么样得力 还有你的注意力放在什么样的地方 这个是内向外向显示出来的 那第二组实感跟直觉型呢 是在讲你怎么理解你周遭的这些事物 你怎么收集资讯 那这是这一组 好 那第三组呢 来这个是一步一步加上去了 这一组在讲什么呢 在讲那你现在收集了资讯之后呢 我们刚刚讲了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 理解跟收集资讯的方式不同 对不对 你收集了资讯 你对这个事情有这样的理解 那你怎么做决定呢 你收集了这些事情 事件你收集了这些 理解了这些事情 那你怎么样做决定呢 所以理性跟感性讲的是行为决定的功能 就是他依赖什么做决定 这样明白吗 他是一个决定的一组性格的差异 理性型的人根据客观的资讯 及按逻辑推论做决定 比较不感情用事 仿佛可以把自己当作不相干的第三者 评估过正反两方的得失 才做出合理的决定 这个是理性型的人 他用比较客观的方式 逻辑的方式来做决定 感性型的人做决定比较个人化 他们考虑的是某个决定 对他人和自己有何影响 会不会惹人不高兴 好 这个是他们的 比如说用餐的时候 决定要吃什么 就可以看出你是理性还是感性 理性的人呢 他吃饭通常就是健康 价格合理 够就好 不要浪费 感性呢 我想吃 或者让大家吃得开心 越感性的人 可能他不一定是要自己喜欢吃的 让大家开心吃 虽然贵一点 没关系 开心就好 当然这个都不是绝对的 但是很多时候 他是有这个差异 这个要讲到我宝贝的老婆 我太太是我看过最理性 除了那个季萱之外 最理性的这个女生 她非常非常理性 所以我们两个人最常冲突的是在吃饭这个事情上 特别是在请人吃饭这个事情上 我是感性型的人 所以我的决定就是要让人家快乐 所以当然就要请好一点 他就是觉得够就好 你们知道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去横春玩 去浮浅 浮浅玩都肚子很饿 大家就想你到横春当然要吃海鲜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走到墾丁大街 要去找一家海鲜店吃 想好哪一家 所以大家就一边走 肚子很热 那一边走呢 想到前面的盼望 很开心 我们走到快到了呢 我太太突然抛出一个讲说 其实我们不需要浪费钱吃海鲜 我们旁边随便吃一下不就好了吗 我快抓狂了 还好 还好我是感性型的 否则 他们其他人也不敢说什么 可能就剥夺了他们快乐的时光 我讲一件事情 让你们看到 我太太理性到什么地步 我们教会以前做幸福小组的时候 第一课会有甜甜圈 因为他在讲幸福等等 我们有一次祷告会 礼拜三 就让大家试吃一下 这个甜甜圈 我就带两个回家 一个是我的 一个是我太太的 回家呢 我就想我太太不喜欢吃甜的东西 所以我就跟孩子把两个甜甜圈吃光了 我太太回来就说 我的甜甜圈呢 我就说你不喜欢吃啊 我们就把它吃掉 她说谁说我不喜欢吃的 我最喜欢吃蛋糕啊 甜甜圈之类的东西 我说真的太假的 我跟你结婚三十几年完全不知道 然后我问我们两个孩子说 你们知道妈妈喜欢吃蛋糕甜点吗 不知道啊 你看厉害吧 她可以控制忍耐 她以前最爱吃面包 但是为了健康的缘故 不吃面包 厉害吧 其实有时候经过面包店 很难抗拒 她可以这么理性到这个地步 非常厉害 理性型的人较不受周遭人的意见 或反应影响 理性的人比较多要求少体谅 注重是否公平公益 他们人事分开处理 做对事情是他们的价值观 做对事情是他们的价值观 感性型的人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更多的是去考虑对方的态度和想法 他们会为了维持和谐关系 而放弃自己的想法 因此有人会认为感性的人没有主见 好 比如说当两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 理性型跟感性型的人去调和的时候 就会不一样 这个理性型的人关心的就是 到底在谁那里 谁理亏 那感性型的人关心的就是 谁伤害谁 谁比较咄咄逼人 很不一样 我有一次跟我们教会 一个全人工冲突 我就发现理应该在我 但是我们两个人就当着 全人工的面 两个人在那边 你欲我欲 但是我后来发现情势不对 好像所有的人都 比较靠他那一边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同工都很感性 他们就觉得 牧师你太咄咄逼人了 理性人就是觉得我理直气壮啊 所以你们以后发生冲突 不要找感性的人来调和 你会吃亏的 OK 开玩笑 理性的人注重事 注重目标 感性的人注重人 注重关系 理性型的人会让人觉得冷漠无情 OK 好 来 所以这个要留意 我这个讲理性跟感性 特别要留意 就是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学性格学很容易要 避免的副作用 就是贴标签 来 帮我读一下 这一对功能取向 很容易被人用来贴标签 比如人们会批评理性型的人 太过理性 没有人性 或批评感性型的人缺乏理智 其实理性型的人 内心当然也是有感觉的 有些甚至也是很有同理心的 只是当要做判断的时候 他们的第一反应 是会先用客观来分析事实 所以留意一下 不要贴标签 就说你就是很理性 所以你没有同理心 你不懂得同理别人 这个要小心 你们知道学性格学 就是要很留意 不要贴标签 同样的感性型的人 也并非不能从事理性分析 但在一开始 最先进入他们心里的是人 包括自己或别人的感觉或价值观 所以同样的 你也不要给感性型的人贴标签 你就是太感性了 你们讲的没有道理 要留意 你们知道有些十六型的会用理智型 这个用词是错的 因为理智感性型的人也可以成为很理智的人 他不一样 理智跟理性是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很理智的人 有智慧而不是只是感性而已 好 所以 来 这个很重要 因此我们辨识一个人是理性型或感性型的方法在于 他偏用以哪一种方式来做决定 好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不是理性型的人就没有感情 就不懂得同理 也不是感性型的人就没有逻辑 不理智不是 但是呢 的确 差异在于 他用哪一种方式做决定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 吃东西 请人吃饭 就是会不同 做决定的功能 所以了解这个很重要 然后这一组呢 也是唯一有性别之分的一组 意思就是说 其他三组都跟男生女生没有关系 这一组有 所以我们通常都知道 三分之二的男生是理性型的人 所以你就会发现 三分之一感性型的男生 可能就会比较吃亏 别人会觉得你们 你怎么 甚至有人会说 你怎么像女人 其实这个讲法不好 而是他就是感性型的男人 三分之二的女生 是感性型的人 所以理性型的女生 有时候也会比较吃亏 别人会觉得 你怎么 一点都没有女人味 好来 你们有没有夫妻是颠倒的 有没有 所以坦白讲 我是不大赞成 你们知道有很多教导婚姻的 都会用女人跟男人来 区分夫妻的差别 你们如果学过婚姻 有的人说男人像什么 有没有上过 像水牛 女人像什么 蝴蝶 其实我觉得这个绝对会有误差 因为有很多的男生像蝴蝶 女生像水牛 你们知道这个就叫做 有很多女生是男脑 有很多的男生是女脑 所以你知道吗 有时候你就不接纳 你觉得你的老公怎么这么女人呢 不是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用性格来分比 用男女来分比较好 所以请你注意 如果你们两个人刚好颠倒 那就要留意 按理好像很多人说女生应该是比较感性 男生比较理性 不一定 但是比例相当高 三分之二的男生是理性型 三分之二的女生是感性型 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有这个冲突 你们知道很多男女夫妻常常会有这种冲突 这个太太回来就抱怨一大堆 老公就开始跟她分析 这样啊这样啊这样 这个就是典型的很容易犯的错误 好 所以你们知道辅导学里面这句话非常重要 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吧 预备 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要赶快给对方有答案 其实请听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理性型的的确 如果你又是ESTJ或ISDJ 有时候你没有耐性听他讲 请听就是爱 你甚至有很多时候不需要跟他讲什么 因为你知道人有很多时候 他一边讲一边自己可以找出解答 对不对 是吗 我们以前在上辅导学的时候 很有名的一个故事 就有一个人来找一个辅导专家 跟他讲 开始讲 讲了半个钟头 那个辅导专家就只有说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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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完他就站起来说 牧师谢谢你 给我很大帮助 其实他没有 他只有了解 所以其实当辅导也蛮简单的 对不起 有没有真正辅导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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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我以前觉得请听有什么重要 最重要是给他真理 我有一次终于体会到请听为什么很重要 就是有一次我跟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 也是在电话里面吵架 吵得很凶 然后灵很伤 那一天我们开全时间同工会 你们知道男生要讲心事 要有氛围不错 那一天气氛很好 我就把我的委屈讲出来 讲到很爽你知道吗 讲完就很爽 因为你就好像有人听 突然有一个弟兄传道 就说天佑哥 我跟你讲 你就是应该这样这样这样 我那一天终于知道 其实我不需要你给我答案的 其实我很想说废话 难道我不知道还要你教我 但是我修养很好 我忍住没讲 我那一天终于明白 什么叫做 其实我不是要你给我答案 我就是很痛苦 然后我们在辅导学里面 还学一个叫同理 这个我们有一次学得很辛苦 你知道吗 同理就是呢 他讲什么呢 你也不是只有 有时候你要用你的话 把他的讲出 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要不断地讲这句话 你的意思是说 这样 然后他讲 你的意思是说 所以我们老师叫我们两个两个操练 然后他讲完 我们就说你的意思是说 老师说你讲错了 不是吗 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吗 所以你看 这个同理很重 有的人听完还不晓得人家意思 所以就不断地操练 你的意思是说 所以我们教我们辅导学的老师说 他们学校上这个课上到后来 走火入魔 为什么 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学生 举手说 老师请问我可以上厕所吗 老师就说 你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膀胱膨胀 所以你们要常常操练 你的意思是说 觉得很啰嗦 但是他觉得被你统领 所以感性型的人做这个非常好 好所以请问你是哪一个